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巴扬起的角度等等都是身体语言 在美剧《别对我说谎》里 男主角通过微表情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撒谎 那这个微表情呢也属于身体语言 关于身体语言的书你可能已经看过不少了 但是假如在这个领域只挑选一本书 那这本超强掌控应该是最值得推荐的作品 主要呢有两个原因 首先这本书的作者不简单 本书的作者乔·纳瓦罗是如假包换的FBI情报专家 他的上一本书《FBI教你读心术》 是这个领域目前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而这本超强掌控是他对上一部作品的升级 不仅会告诉你FBI是怎么识别身体语言 更把这些技巧移植到商业场景 告诉你怎么在工作中利用身体语言 目前呢这本书已经被哈佛商学院列为了教材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本书解决了一个身体语言领域一直存在的问题 那就是通用性 要知道各个地方因为文化不同 身体语言的含义也不一样 比如当年老布什访问澳大利亚 对着当地人比剪刀手 殊不知剪刀手在当地的意思就跟竖起中指差不多 结果呢弄得很尴尬 换句话说身体语言也有方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作者游走世界各地 专门给不同国家的反间谍人员 警察检察官做身体语言培训 他必须找到一套跨越文化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通用的身体语言技巧 当然作者最终找到了这套方法 他站在进化的角度上 找到了一套全世界通用的身体语言范式 他专注的是那些被进化塑造出来的 全人类都通用的身体语言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身体语言中的通用语 普通话走到哪都能用 其实啊掌握身体语言呢 无非需要两个环节 解码和编码 解码呢指的是 我们要理解身体语言中包含的信息 能够读懂别人的身体语言 编码呢指的是 我们能够建立自己的身体语言 并且用它来传达意图 那接下来我就从这两个方面 带你学习这堂来自FBI的身体语言课 首先第一部分 怎么读懂身体语言 千万别把身体语言当成是一门外语 其实呢它一点都不难学 作者告诉我们 身体语言虽然看着复杂 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 但是归根结底 所有的身体语言传达的都无非是两类信息 舒适和不适 比如高兴 冷静 诚实 放松 接纳 自信 这些呢都属于舒适信息 比如悲伤 烦躁 欺骗 紧张 排斥 自卑 这些呢都属于不适信息 虽然世界各地的文化不同 但人们表现舒适和表现不适的方式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作者当FBI这些年省过很多的犯人 靠的就是对这两类信息的鉴别 比如犯人表现不适 说明他可能很紧张焦虑正在撒谎 假如表现舒适呢 说明他心里很坦然或者很得意 同样在其他场合 这套判定方法也适用 比如你在谈生意 对方释放出舒适的信号 那说明他接纳你 反过来对方如果释放出不适的信号 那你就要当心了 那么应该怎么鉴别舒适和不适呢 注意啊重点来了 这是这本书最核心的内容 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套鉴别方法 叫做三加二原则 其中呢三指的是不是信息的三大类体现 二指的是舒适信息的两大类表现 咱们先来说这个三 三的全称叫做三F原则 这是三个以F开头的英文单词的缩写 分别是Freeze静止不动 Flee逃跑和Fight战斗 当一个人感到不适时 他表现出的身体行为 绝大多数呢都可以归纳为这三大类 这是由净化塑造的结果 咱们一个一个说 第一个是静止不动 这是所有反应级别中 优先级最高的一种 这也是最不可能隐瞒的一种身体反应 假设你是原始人 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头剑齿虎 那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 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是净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 假如第一反应是逃跑 那肯定会引起猛兽的注意 也不是战斗因为风险太高 那最优先最安全的本能反应 肯定就是一动不动 这样呢猛兽没准就发现不了你 换句话说 当我们感受到威胁不适 或者任何讨厌的东西时 优先级最高的反应就是 一动不动 注意啊 这里的静止不动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行为 而是一种行为趋势 比如员工被批评表现不好的时候 双手会紧紧抓住自己的膝盖 脚踝紧贴椅子腿 好像试图把自己按在原地一样 再比如 在国外的访谈节目中 政客被问到难堪的问题 那第一反应就是握住沙发扶手 再比如 审讯犯人 假如犯人听到你的推理之后 愣了一两秒 那说明你很可能是说对了 你只要记住 当一个人突然静止 或者不经意间做一些 试图抓住固定物 把自己固定下来的小动作的时候 那他十有八九是感受到了不适 他可能是被戳穿了谎言 感受到了尴尬 或者突然遇见了不喜欢的人等等 这是表现不适的第一种行为趋势 静止不动 也是我们在感受到消极信号的时候 优先级最高的本能反应 好 让我们回到剑齿虎这个场景 假如你一动不动试图隐藏自己 但是很不幸呢 你还是被剑齿虎发现了 这时我们的第二个本能反应就启动了 这就是逃跑 我们的本能会促使我们离开 有威胁的 让我们不是的 或者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当然哈 这里的逃跑 指的也不单单是 跑这个行为本身 它指的是一整套试图逃跑 或者制造距离的行为趋势 比如当我们聊天的时候 假如你不喜欢聊天对象 那你的脚呢 会不自觉的向外挪动 再比如 你在相亲的时候 假如女方把手机和包都放在桌上 放在你们两个人之间 说明他很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好感 他试图用手机和包 制造一种空间上的障碍 再比如 做报告 假如领导的后背紧紧靠着椅背 整个身体向后仰 那这也是一个试图增加距离感的动作 说明他很可能对你的报告不感兴趣 还有 一个人在看别人的时候不是平视 而是半低着头 就像足球场上运动员投球的角度一样 那说明呢 他想让别人都离他远一点 不希望被打扰 再比如 一个人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 同时呢 膝盖略微弯曲 身体前倾 就像坐在球场外的裁判员一样 随时准备起身 那作者认为 一旦对方出现了这种裁判员姿势 几乎意味着 他对你们之间的交流反感到了顶点 你只要记住 一看朝向 也就是 对方身体各个部分 是不是指向远离你的方向 二看障碍 也就是对方有没有试图在你们的身体之间制造障碍物 三看走位 也就是对方说话时 是不经意间向你靠近 还是向你远离 假如呈现出逃离这个趋势 那就说明 他在跟你的交流中 很可能产生了不适感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跟对方适当地拉开距离 或者尽快结束谈话 这是识别不适的第二个准则 逃离 好 咱们继续回到最初的剑齿虎的场景 假如剑齿虎离你非常近 你逃不掉 怎么办呢 没办法 那只有打 这就是我们在面对威胁不适和反感时的第三个本能反应 战斗 当然了 生活中不可能动不动就战斗 但是呢 一旦遇到威胁 我们的战斗本能仍然会促使我们做出一系列的备战动作 比如张开鼻孔 因为战斗会消耗大量的氧气 你要保证充分换气 再比如紧促眉头 是为了让眼睛睁开的幅度更小 起到保护作用 还有略微低头 收紧下巴 这是为了保护脆弱的脖子 顺便说一下啊 你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打架之前 故意仰起头 用鼻孔看人的挑衅 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它违反了战斗的根本规则 抬头不光是阻挡了自己的视线 还暴露了脆弱的脖子 换句话说 当别人做出了真实的备战反应 那就说明他感受到了不适 不适感的背后呢 很可能是一连串的负面信号 比如排斥 恐惧 烦躁 等等 好 说到这里 三加二原则中的这个三 也就是有关不适的三大信号 禁止 逃跑和战斗 我们已经说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二 也就是我们表现 舒适时候的两套行为模式 第一套行为叫做 反重力行为 形容一个人得意忘形 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 你要上天啊 别小看这句玩笑啊 它其实就是我们表现舒适时最常见的信号 反重力行为 也就是你在感到舒适时 身体的各个部位会不自觉地做出向上的动作 就好像真的要上天一样 比如在开会的时候 假如你对自己的观点特别自信 那你会不自觉地双手交叉 拇指向上 或者十个手指抵在一起 整体朝上 再比如 审讯犯人时 假如犯人的双脚不自觉地向上翘 那说明呢 他这个时候心态很放松 要么是在说真话 要么是对自己隐藏犯罪的手段 特别自信 再比如 一个人在看手机的时候 眉毛往上挑 说明他很可能是看到了好消息 说到这儿 作者也提醒我们了 并不是所有向上的动作都是积极信号 关键是要呈现出向上的趋势 这里面呢 有那么一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 比如老板问员工 这项工作今天能不能完成 员工说 没问题 假如他说的时候是 双肩一起向上怂了怂 就说明呢 他确实很有信心 假如他只有一侧的肩膀向上怂 就说明他很可能自己心里也没底 这个动作呈现出来 两边肩膀一高一低 有点往下滑的感觉 好 这是第一个积极信号 反重力行为 第二个积极信号叫做 视同神经行为 视同的是 同步的同 意思是 当你在跟人交流时 假如处在舒适状态 你就会不自觉地模仿对方的动作 比如 作者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他在跟人聊天的时候 故意做一些小动作 像翘起二郎腿 那些跟他聊得来的人呢 会不自觉地跟着模仿 跟他聊不来的人呢 会无动于衷 换句话说 假如你想试探一个人 跟你交谈时 是不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小动作 看对方会不会跟着你一起做 假如他模仿 那恭喜你 这说明你们很合得来 这就是第二个 判断积极信号的方式 视同神经行为 也就是不经意地模仿 好说到这里 这套三加二原则 就全都介绍完了 假如你还是觉得麻烦 作者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更简单的办法 那就是看脚 人们常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但是作者在多年的FBI工作中发现 人身上最会撒谎的部位 除了嘴就是眼睛 而最诚实的部位呢 其实是脚 他认为很可能是人类在远古时期 双脚是确保生存最重要的部位 我们行走 觅食 逃脱 都离不开它 它会对人的感受 做出第一时间的本能反应 而且没有人会总盯着别人的脚看 这就意味着 我们不会刻意隐藏脚的行为 它会忠实呈现我们的真实想法 换句话说 把前面这套三加二规则 简化到一个部位集中观察 那脚是最佳选择 比如一个人坐着 脚尖朝上 出现反重力行为 那他很可能心情不错 再比如 一个人坐在你对面 脚尖冲着门的方向 那他很可能是想走 再比如 一个人翘起二郎腿 一只脚上下摆动 做出类似于踢的姿势 那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攻信号 说明他很有可能对你有敌意 或者心里不同意你说的话 当然 作者也提醒我们 这些判断未必百分之百准确 毕竟 看透人心哪有那么容易啊 但是身体语言 却给了我们一个新的 感知他人想法的维度 在竞争中 这个维度将让你变得更敏锐 细腻 观察入微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怎么解码别人的身体语言 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套三加二原则 绝大多数不是消极负面的信息 都可以体现为三种行为方式 分别是 禁止 逃跑 和战斗 而大多数舒适 积极正面的信息 都可以体现为两种信号 反中立行为 和视同神经行为 在这里呢 作者特别提醒 假如一个人同时出现了 积极和消极两种信号 应该优先判断消极信号 因为消极信号 往往来自于外部威胁 在追求快乐和回避危险 这两件事上 回避危险 直接关乎生死 这部分信号会更强烈 说完了怎么解码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咱们再来说一说 怎么编码 也就是 怎么用你的身体语言 来影响别人 我从书中 梳理出了我们 最常遇到的四个场景 把作者提供的方法 整合成了四个 针对这些场景的 身体语言锦囊 当然了 这四个锦囊 你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拆分使用 第一个锦囊是 初次见面时的身体语言 第一次见陌生人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记住一句八字口诀 叫做 一握 二退 三进 四包 咱们一个一个解释 一握 意思是 第一步 先握手 生物学家已经发现 身体上的接触 会让我们的身体 释放一种叫做 后叶催产素的物质 它会让你跟 被接触的人之间 产生一种亲密感 但是 用多大劲 什么角度 握多长时间呢 这得因人而已 假如对方是男性 那应该手掌和地面垂直 然后遵循咱们前面说过的 师同神经行为 也就是 对方用多大劲 你就用多大劲 握手时间 不要超过三秒 除非对方握着你的手 想弹旋几句 假如对方是女性 那握手指握到 手指的第三指节就行了 不要握到手掌 当然了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社交礼仪 那接下来才是重点 也就是 一握之后的 二退 当你握手之后 应该马上向后退一小步 这么做呢 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 给对方留出 充分的舒适空间 每个人啊 都有自己的舒适空间 就像在超市排队 假如你离别人太近 就会引起他的不适 第二个目的呢 是试探对方的交流意愿 假如你后退一步之后呢 对方往前跟进 那说明他有进一步 跟你交流的愿望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 你不需要后退的 那就是 假如你遇到一个 很强势的人 他试图在气势上压倒你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进入下一步了 三进 假如对方在握手的时候 手掌的向下倾斜 或者另一只手插在兜里 就说明对方很可能认为 你比他弱一等 这个时候呢 你要在气势上赢回来 在握手的同时 不光不要后退 还要故意往前一步 这么做的目的是 闯进对方的舒适区 让他的空间被挤压 到这一步 你们在气势上算是齐平了 这还不够 你还得反超 压倒他 你需要进入第四步 四包 包呢 是包起来的包 当握手的时候 对方的手在上面 你的手在下面 你需要伸出另一只手 盖在对方手上 也就是用你的手 把对方的手包起来 这种握手方式 也被称作 政客时握手 当竞选的政客之间 见面时就经常这么握 表面上呢 是表示友好 安定里其实是 为了在气势上 压倒对方 好 这就是第一个锦囊 出自见面时的身体语言 你要记住一句八字口诀 一握 二退 三进 四包 这第二个锦囊呢 是开会时的身体语言 我还是把它总结成了 一个八字口诀 叫做 一手 二腿 三轻 四高 一手 意思是在开会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的双手露出来 尤其是在你发言的时候 要把双手放在所有人都能看见的地方 不要揣在兜里 当你的双手露出来的时候 你会显得更诚恳 这也是进化塑造出的习惯 手是人类的武器 厮杀打猎战斗都需要它 把手露出来象征着交出武器 不会伤害对方 作者曾经调查过大量的庭审现场 发现当证人的双手都露出来的时候 陪审团会认为 证词的可信度更高 当然露出双手也意味着 你在开会时要特别注重手部的卫生 尤其是指甲要短 要干净 发型不整齐 别人顶多觉得你不拘小节 但指甲如果不卫生 或者男人留长指甲 那别人会直接质疑你的可信度 这是作者的经验之谈 这是开会时的第一个注意事项 把手露出来 二腿指的是腿部的开合角度 假如你是组织者呢 腿部开合的角度可以稍大一点 象征着你拥有更多的地盘 假如你是一名普通的餐会人员 那双腿的最好略微病龙 尤其注意啊 不要抖腿 抖腿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姿势 对当事人来说 这是享受和放松的表现 但是在旁人看来 是不耐烦的表现 这是开会时的第二个注意事项 控制腿部行为 三轻 意思是身体要向前倾斜 不管你是发炎还是倾听 身体保持一点向前倾斜的角度 会让人看起来更认真 四高 意思是假如你有机会站起来 就一定不要坐下 因为站着发炎 会制造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 能强行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从书里为你整理出来的第二个锦囊 开会时的身体语言 那这第三个锦囊是演讲时的身体语言 作者曾经调查过2008年的总统竞选 也就是奥巴马那件 结果发现在演讲结束之后的几天 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记得演讲者说过什么 他们只记得谁更泰然自若 更挥洒自如 看起来更老练 说白了就是谁更有总统范 那这第三个锦能就是告诉你 怎么打造这个范 它只有一个要点叫做高能量姿势 高能量姿势指的是那些 能让人觉得更自信 更有感染力 更精力充沛的姿势 说白了就是更有气场的姿势 打造高能量姿势呢 一共需要三步 首先你要注重自己的着装 尽量穿只有两颗扣的西装 作者曾经做过统计 在竞选演讲中 穿两扣西装的人 明显比穿三扣西装的人 票数要高 他推测 这应该也是进化塑造出的习惯 因为人类所有的脏气 全都集中在腹部 而且人类还要直立行走 这个时候只有那些最强壮 不担心被人伤害的人 才会挺胸抬头 把腹部露出来 而弱者呢 一定会把双手放在身前 直到今天 我们还会把挺胸抬头 理解成强者的信号 所以穿两扣西装的目的 就是尽可能减少腹部的遮挡 给人一种更强壮的感觉 其次 你要在演讲开始之前 用高能量姿势来给自己充电 比如双手插腰 双腿分开与肩同宽 下巴扬起 这是一个典型的高能量姿势 保持这个动作五分钟 你会觉得身体更有能量 这种通过身体行为 来驯化精神感受的方法 在学术界有一套专门的理论支持 叫聚身认知 具体的聚 身体的身 还有人专门写过一本书 就叫聚身认知 我们也为你解读过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找来听听看 最后呢 在演讲中 你要注意多使用反重力姿势 比如强调观点时 手指向上 希望煽动观众情绪时 双臂向上挥动 就像音乐会上的指挥家一样 憧憬未来时 头部略微扬起 斜三十度角向上看 这些反重力姿势 就像身体语言中的感叹好 让你的情绪看起来 更加一扬顿挫 更容易感染别人 好 这就是第三个锦囊 演讲时的身体语言 这第四个锦囊呢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 是打电话时的身体语言 这是作者跟其他身体语言专家相比 最独到的技能 当然了 作者并不是说 在打电话的时候 也需要配合身体动作 那他的意思是 身体语言的原理 在纯粹的语言交流中 也同样适用 其中主要指的是 视同神经行为 也就是模仿这一条 你发现没有啊 在描述同一件事的时候 每个人的用词习惯 是不一样的 比如一个犯人被捕之后 他说的是 今天真倒霉 居然被抓住了 和他说 今天真尴尬 居然被抓住了 表面上看 他表达的意思差不多 但是呢 仔细观察 尴尬和倒霉 其实是有细微差别的 倒霉 说明他怪自己运气不好 他思考的重点是 为什么会被抓住 而尴尬呢 有一层丢人的意思 说明他感受到了窘迫 隐隐呢 还有那么几分 渴望被安慰 找个台阶下的意思 作者认为 我们可以不用理会 这些词语之间的差别 但是 要想让交流更充分 我们必须要注重 对方的用词习惯 然后呢 尽量模仿这些用词 对方用尴尬形容他的遭遇 你就不要用倒霉 一旦你们之间的用词同步 那对方呢 就会感受到交流的默契感 他会更享受交流 愿意说更多的真话 比如前面说的 倒霉和尴尬的例子 这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他曾经负责审讯一个犯人 犯人频繁地使用尴尬 丢人 窘迫之类的词 作者发现之后 也跟着用 比如他会说 你犯了这么尴尬的错误 应该很后悔吧 他从来不会说 你犯法了 应该很后悔吧 最后这个犯人 招供了很多之前警察 没有审问出来的犯罪事实 换句话说 留意对方的错词 并且刻意模仿 这也是一种 视同神经行为 会让对方感觉到舒适 他会更愿意跟你坦诚沟通 作者曾经用这个办法 审讯过很多犯人 说到这儿 我们应该怎么在电话 或者其他纯语言交流中 使用身体语言的原理 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那就是留意对方的用词 并且尽量模仿 这应该不难理解 咱们就不多说了 好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怎么运用自己的身体语言 我从书中为你整理出了四个锦囊 针对我们工作中常见的四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 出自见面时的身体语言 锦囊是一句八字口诀 一握二退三进四包 第二个场景呢 是开会时的身体语言 锦囊同样是个八字口诀 一手二腿三倾四高 第三个场景是 演讲时的身体语言 锦囊是使用高能量姿势 第四个场景是 打电话时的身体语言 要点在于 利用视同神经原理 模仿对方的用词 提高交流的舒适度 好 到这里 这本超强掌控的精华内容 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我们今天的一共说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怎么解读别人的身体语言 咱们说了三加二原则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负面信号 都可以表现为三大类行为 静止逃跑和战斗 而大多数正面信号 都表现为两类行为 反中立行为和视同神经行为 第二个重点内容是 怎么发挥自己的身体语言 我们针对工作中常见的 四个场景 介绍了四个锦囊 这部分刚说完 就不再重复了 最后我想向你推荐一门课 是由张慧老师主理的 如何发挥身体语言的威力 张慧老师是身体语言方面的专家 曾经给很多世界500强企业 做过相关的培训 在这门课中 他把身体语言 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应用 做了更详细的传授 在现代商业世界中 无论你面对的环境 是怎么样的 能够读懂别人的身体语言 在表达什么 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交目的 正确地使用自己的身体语言 表达意图 这是我们每个人 都值得掌握的一门基本功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75